康熙五十年 江南乡氏舞弊案震惊朝野 言商富豪子弟为考取取人 大肆贿赂考官 涉案金额巨大 康熙皇帝为查明真相 竟然两次派钦差大臣去江南查案 还动用了安插在江南的两大密判 结果导致三名考官展立绝 考生等五名案犯绞尖后 两江总督和安徽部政史 革职罢官 揭秘富豪子弟科考重金通关的内幕 解读康熙重罚科长舞弊 与力保清官的良苦用心 湖南大学李冰教授将为您讲述 康熙五十年科长舞弊案 敬请关注 康熙五十年 江南地区发生了一起 众多考生抗议相识舞弊的风波 康熙皇帝特派钦差大臣张鹏和下江南审案 并命令两江总督嘎里和江苏巡抚张伯行配合钦差会审 然而在审案过程中 打理和张伯行之间却产生了严重分歧 总督与巡抚互掐 甚至还上演了五斗闹剧 致使案件审理无法深入规进 同在江南围观 嘎里和张伯行之间存在着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了扳倒嘎里 张伯行向康熙皇帝弹劾咖里 参与江南科长舞弊 收取巨额贿赂 面对愈演愈烈的都府之争 康熙皇帝将会如何处理呢 公元1711年江南乡市放房后 康熙皇帝的两大心腹曹云和李旭 都向他密奏了江南学子抗议科长舞弊的风波 为了查明事情真相 康熙皇帝特意派朝廷重臣张鹏和为钦差 下江南查 通过审问 涉案的两名盐商富豪子弟考生 不但供出了与自己串通舞弊的考官赵晋和方明 更指出经办人是现任安徽部政使马一兹的随从 宣三和李旗 李旗招供说 他曾将无觅用于贿赂考官的十五定金子交给了宣三 但宣三对李旗的说法却坚决否认 就在案情胶着之时 金子竟然在李旗家中被发现了 金子究竟是不是李旗私吞的呢 面对这个问题 参与审案的两江总督嘎里和江苏巡徒张伯行 有着无红的看法 亲栽大臣张鹏和又没有表态 苏州之造李旭就把这个情况密奏给了康熙皇帝 收到这份密奏之后 康熙皇帝进行了批示 他是怎么批示的呢 康熙皇帝的朱批示 从这一份朱批来看 对于两江总督嘎里江苏巡徒张伯行 这两个人的矛盾 康熙皇帝一点都不奇怪 他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对张伯行和嘎里这两个人 分别做了评价 他认为张伯行是一分钱都不要的清官 嘎里则是精明能干的能力 康熙皇帝为什么会说 张伯行和嘎里不合是众所周知的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评价张伯行和嘎里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张伯行和嘎里这两个人 张伯行是荷兰人 康熙二十四年 也就是1685年考中进士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 康熙皇帝把他从浙江巡抚 调到了江苏担任江苏巡抚 从这一年开始 张伯行和嘎里开始共事 这是张伯行 嘎里了 两江总督嘎里是满洲郑宏旗人 康熙四十八年由户部侍郎 也就是户部的副部长 升为两江总督 那么张伯行 嘎里之间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矛盾 其实这一起江南相视五遍案 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矛盾的一个导火索 而他们俩矛盾的根源是 一个是两袖清风 一个是贪得无厌 张伯行是一个典型的清官 连康熙皇帝都说 张伯行是一个以前不要的清官 嘎里了 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 嘎里当官 勤勉能致事 然贪胜 众力虐民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说嘎里虽然是能干事 会干事 但是他不但自己非常贪婪 而且纵容下属 欺负虐待老百姓 是一个典型的能人 强人型的贪官 他在来江南当总督之前 曾经担任是三西巡抚 也就是三西省的省长 对于他在三西巡抚任上的贪腐行为 有一个御史 也就相当于一个检察院的官员举报他 说这个嘎里贪得无厌 至少贪污受贿几十万两银子以上 对于这样的举报 康熙皇帝是好像视而不见 他根本就不追究嘎里 只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 把嘎里从三西调回京城 让他当户部侍郎 也就是户部的副部长 这是让他级别降低了 还是升官了 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升三西巡抚 嘎里为户部左侍郎 嘎里是升官了 这么一个屡屡被人举报的官员 居然还升官了 是典型的带病提拔 而且仅仅就过了两个月 也就是到了五月 康熙皇帝一到御址 嘎里又升官了 他被康熙皇帝任命为两江总督 所以我们看到嘎里 他真是越贪就越深 越深就越贪 在清代的地方官员之中 除了直立总督 两江总督 是最有影响力的 他管辖的地方 包括我们现在的上海 江苏 安徽和江西等 长江下游的一大片地方 这些地方不但人文鼎盛 而且相当的富庶 能让嘎里到这样的地方 当一把手 足见康熙皇帝对嘎里 确实是信任有加的 嘎里在三西的所作所为 虽然是多次被人举报 他不但没有被拿下马 反而是一路升官 这让嘎里在两江总督任上 更加的肆无忌惮 反正没人奈何我 上任一时 他就弹劾江苏不证实 贪赃忘法 不但不证实本人被革职查办 而且还导致江苏巡抚 暗查史也被罢官 这也就是说 嘎里一到任 就把江苏原来的一把手巡抚 二把手不证实 三把手暗查史 全部一国端 全部都搞掉了 以嘎里之前的为官之道 他查处这些官员 并不是反腐 也不是为了成情励志 他应该是为自己 确立势力范围 方便自己以后 在两江总督任上 为所欲为 嘎里不但没有因为贪腐 问题被查处 反而步步高升 成为全市极大的两江总督 只得意满的嘎里 在江南地区可谓是 只手折天 但新任江苏巡抚张伯行 是出了名的清官 他跟贪婪的嘎里 相互看不惯 可谓水火不容 江南乡士舞弊案案发 双方也都想借此案说事 张伯行抢先弹劾嘎里受贿 嘎里随之反击 那么康熙皇帝 会相信谁的话呢 他又将如何解决 都府不合的问题 从而更早更快地 查明江南乡士舞弊案的真相呢 系列节目 康熙五十年科长舞弊案 特邀湖南大学教授李斌 为您讲述第三集 巡抚与总督互掐 让嘎里没有想到的是 搞掉了之前的巡抚 新来的巡抚张伯行 又是一个清官 用皇帝的话来说 他是一钱不要的清官 这就注定了他们俩会有矛盾 江苏的官场即将上演一场 巡抚窦总督的龙虎窦 在嘎里看来 这一次江南乡士舞弊案 显然是搞掉张伯行的一次绝好的机会 但是张伯行也不是次数的 他毕竟是巡抚 一审之长 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因此审礼礼奇出现分歧之后 张伯行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 他先向康熙皇帝告了嘎里一状 他上了一道叫 河总督抗制七军书 那么在这一份咒书里边 他到底向康熙皇帝报告了什么 告了嘎里什么样的状呢 张伯行在奏旨上说 自从嘎里担任两江总督以来 在他的主导之下 两江地区的官场完全失去了正气 真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 接着张伯行又举报说 嘎里自己曾经就跟钦差大臣张鹏和说过 金科举人一大半是买的 人都说是副主考卖的 在张伯行看来 既然你嘎里这么说 就肯定知道这次江南乡是舞弊的类情 但是嘎里在会同钦差大臣 在扬州调查和审问的时候 他又不具实据报 那么他这么做显然是有难言之隐 那么嘎里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张伯行又报告说 从嘎里的表现来看 这一次江南乡是作弊的 应该不仅仅是副主考官 赵敬一个人 背后肯定还有人 在案件审理的时候 每当有人供出原安徽巡抚夜酒司 安徽布镇市马一兹 串通卖举人的时候 嘎里就会勃然大怒 打断他们的谈话 不仅打断他们的话 不允许这些人当场来说这些 调查组是奉皇帝的旨意 要查明真相 身为总督的嘎里 却千方百计的阻扰审案 他明目张胆的这么做 不是在抗旨还是什么呢 至于嘎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伯行说 外面有传言 在考试之前 嘎里串通这一次 江南乡市的考场工作人员 卖举人给了 吴密和陈光奎 考试之后 嘎里向这些考生 索要了五十万两银子 来保证这些 买举人的考生万无一失 正因为自己是涉案的嫌疑人 因此他千方百计的 阻止案件的调查与审理 张伯行请求朝廷 将嘎里革职查办 如果嘎里 征收了五十万两银子 那么五十万两大概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我们可以用米价来折算一下 康熙五十年江苏地区大丰收 米价也出奇的低 每一弹大米相当于四百二十块人民币左右 这样张伯行举报 嘎里受贿五十万两银子 大概就相当于两亿人民币 这个数目可以是用触目金星来形容 如果嘎里征收了五十万两银子 那么这一起案件就是有史以来 涉案金额最大的科长案了 因此张伯行请求康熙皇帝下旨将嘎里停止审查 让这一起无必案能够尽快查一个水落石出 只有这样才能够振千古之钢肠 赔一时之士气 那么除两江之名害 快四海之人心 那么嘎里到底有没有收五十万两银子呢 他到底有没有卖举人民额 给陈光奎 吴密等等人呢 为了搬到嘎里 张伯行先发制人向康熙皇帝上奏 指责嘎里参与江南乡士舞弊 并且收取了五十万两银子的聚火贿赂 那么张伯行所言究竟有没有真凭实据 面对张伯行的弹劾 嘎里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那么他又是从什么角度来反击这个有名的清官的呢 随着张伯行与嘎里的矛盾愈演愈烈 两人甚至公然舞后在衙门外大打出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张伯行的举报 嘎里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他立即也上了一道奏折 他首先举出了张伯行的其他罪状 有一次遇到海盗 身为巡抚的张伯行 不但自己不出洋去抓海盗 而且还诬告一个抓海盗的官员 说这个官员和海盗串通作案 导致多人死伤 这是嘎里举报张伯行的一个罪状 另外嘎里还说 戴明氏的南山集是朝廷的禁书 这个禁书居然还能够在苏州刊印出版 身为江苏最高长官的张伯行 难道不会知道这件事吗 禁士方包为南山集作序 本来应该也要抓起来严惩 但是由于张伯行跟方包是老朋友 他寻思放纵 不去抓方包 应该是包庇了方包 对于这些 嘎里认为张伯行都是罪责难逃 嘎里最后也向康熙皇帝 汇报了这一次 审理江南乡市舞弊案的情形 他说 有一个情况非常奇怪 在审问的现场 每一次我一开口 问犯人的问题 张伯行要么就说 我不该这么大声的对犯人说话 要么就说 我这样审问的方式不对 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真是害怕有失体统 就不敢再审问了 嘎里说 张伯行诬陷我卖举人名额 说我收了五十万两银子 这是玷污我民洁的大事 我跟他张伯行势不两立 嘎里向康熙皇帝发誓 自己绝对没有卖举人 绝对没有收钱 如果自己真收了钱 我愿意接受皇帝赢的一切惩罚 以死谢罪 我也毫无怨言 如果张伯行举报我收钱的事情 没有真凭实据 那他就是诬陷我 我请求皇帝能对他进行严惩 很明显 张伯行和嘎里的矛盾 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他们不仅仅是多次的互相参奏 展开文斗 好像文斗似乎都没办法 发泄他们胸中对于对方的不满 他们甚至动起手来 他们打架的场面 现在看来还非常有尽头感 据丹武笔记记载 有一次两宫队部 出宫门时 都府增殴 嘎曲雄壮 张义魁梧 嘎不仁胜 被张公踢倒乱滚 一亿失言 根据这一段描述 我们下面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 两个身材魁梧的高官从衙门中走出来 一边走一边破口大骂 好像怎么骂都不能解恨 最后两个人居然牛打起来 尽管身为巴西子弟的嘎里 身材是非常的壮实 但是近视出身的张博行 也是身材魁梧 并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弱书生 当嘎里飞拳打来 张博行就飞起一脚 竟然把这个巴西高官 踢得仰面朝天 腾得在地上乱滚 这个场面简直就是两个武林高手在过招 一个是飞舞少林全猛攻 一个是抬起无银腿回击 场面是非常的壮观 然而荒唐的是 他们一个是两江总督 一个是江苏巡抚 都是堂堂的地方大员 两个都是高官 居然在衙门前大打出手 真是天下笑谈 张博行弹劾嘎里受贿 嘎里弹劾张博行训司 两人都竭力搜罗对方的罪证 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康熙皇帝会相信谁的话 眼看着江南乡市舞弊案的真相还没查明 总督和巡抚两位地方大员 却先掐起架来 这让康熙皇帝非常气愤 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又将采取怎样的断然措施呢 系列节目 康熙五十年科长武弊案 特邀湖南大学教授李斌 为您讲述第三集 巡抚与总督互掐 对于张博行和嘎里两个人的争斗 他们的主子康熙皇帝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也非常棘手 面对江苏一二把手的矛盾 康熙皇帝没有立即对 嘎里和张博行的奏折做出批示 只是李旭在康熙五十一年 正月十六日上的历奏上 他批了这么几个字 他说日前参本一到 南方众论如何 再打听明白 诉奏 要求李旭尽快调查清楚 江苏社会的反应 然后再对两江总督嘎里和江苏巡抚张博行 分别做出处理 到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 也许康熙皇帝觉得江南相视五遍案 不能够再这么无限的拖下去 再也不能够等李旭的密咒了 也许他觉得 以自己对嘎里和张博行的了解 可以对他们俩做出一个初步的处理 于是康熙皇帝召集朝中大臣 宣布了对嘎里和张博行的处理意见 首先对于嘎里和张博行的做官和做人 分别做出了评价 他说嘎里有办事之才 用心挤拿贼道 难其操守则不可保 这什么意思啊 康熙皇帝说 嘎里这个人啊办事能力确实没得说 是一个能官 他能用心挤拿盗贼 这一点我非常了解 也很少是他 但是康熙皇帝又认为 嘎里的操守 我就不能保证了 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如果套用我们现在用德能勤纪来评价官员的话 康熙皇帝认为嘎里的能绝对没问题 但是他的德方面就存在了大问题 这一点作为皇帝还是非常清楚的 康熙皇帝又是怎么评价张博行的呢 在康熙皇帝眼里 张博行恰好跟嘎里相反 张博行这个人为人稳重 脑成 更重要的是 他为官连结 道德品质 绝对让皇帝放心 但是康熙皇帝也明白 张博行这个人的办事能力确实不行 连有盗贼抢了巡抚补衙门附近人家的财物 他连这个案子都破不了 这也就是说 康熙皇帝认为 张博行的德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能方面有欠缺 尽管康熙皇帝对于嘎里和张博行是各打五十大板 并没有要追谁的责的这样的意思 那么对于张博行和嘎里互相举报的内容 康熙皇帝是怎么看的呢 在他看来 张博行举报嘎里收了五十万两银子 这个不一定是真的 也不一定是假的 也就是说嘎里有可能真收了 也有可能没有收 同样对于嘎里举报张博行的事 康熙皇帝认为 虽然并不是全部都是真的 但是应该也有 那么两三件是真的 那么康熙皇帝到底会怎么处理 嘎里和张博行呢 正因为康熙皇帝并没有完全否定 嘎里和张博行互相举报的内容 因此为了减少嘎里和张博行 对于专案组工作的干扰 他决定先将嘎里和张博行 同时停职接受调查 等这一起江南乡事务被案结案之后 再来处理他们俩 为了调查一起科长案 把一个省的一二把手同时革职 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第一期 也是最后一期 这也说明这一起案件的复杂程度 确实是超乎寻常 康熙皇帝宣布 嘎里和张博行停职之后 嘎里和张博行两人的官印 就不能再放到自己手里了 应该要送出去 嘎里派人拿着两江总督的官印 到处送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身为康熙皇帝 派在江南地区的心腹 苏州制造李旭 江陵制造曹寅 也就是曹雪芹的爷爷 又是怎么看 嘎里和张博行的矛盾的呢 他们俩停职之后 对亲爱大臣张鹏和的案件审理 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些问题我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也会有什么关系 就 probation